大家好 很多新手花友啊 总是养不好绿螺 把这个绿螺啊 养着养着就养残了 那么像这种养残的绿螺呢 其实大家也不用扔 我们可以用上一招 让它焕发青春 那么是哪一招呢 这一招呢 非常简单 就是给它进行砍头处理 怎么砍头呢 其实很简单 我们直接从这个底部 大概呢 我们留一个两三公分左右的高度 然后给它直接砍头就可以了 砍完头之后 如果你的绿螺太久没有换盆 我们可以趁这个机会啊 给它换一次新的盆图 然后我们后期啊 只要养护得当 它还能够长出非常多的新芽 新叶出来 蜘蛛呢 还能够长成一大盆 如果这个时候不需要换盆呢 我们就适当的给它追肥呢 促进它长出更多的新芽 新叶出来 追肥的话 我们不懂用肥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用这种绿螺专用型的营养液 非常符合绿螺的一个生长需求 我们将它与清水按照1比500的比例对水稀释 然后搅拌均匀 再来给这个绿螺啊灌根就可以了 后期只要养护得当你的绿螺呢 就能够长满一大盆 好了 本期节目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